患病的新二代,亲家荡产是小,人才两空才是惨。 患病的新二代,亲家荡产是小,人才两空才是惨。 白晓儿军2018年5月12日,0点19分。腾格尔和女儿嘎基尔。 腾格尔的女儿在2004年的时候降生,腾格尔早在十年前就想好的名字,嘎基尔取给了女儿,还特地为女儿创作了一首歌,歌名就叫嘎基尔,在门语中,腾格尔的意思是蓝天,而嘎基尔则是大帝。 希望女儿像大帝一样辽阔宽广。 但在女儿三岁的时候,患上因病毒引发的急性脊髓炎,而导致腰部以下神经瘫痪,双腿基本残疾,随后几年时间,腾格尔都在家里陪伴女儿,可怜的是2010年年近6岁的女儿嘎基尔去世。 王姬儿子高晓菲 王姬的儿子是一名智障儿,生活中的王姬是个十分要强的女人。 但在儿子面前,永远都是那么慈爱。 1993年9月21日,儿子高晓菲出世了,但由于怀孕期间生活紧张,身体缺乏营养,因此儿子相天不良,最终被诊断未知力障碍。 儿子患病后,丈夫脾气变得火爆,经常发脾气,把责任归咎于王姬,之后王姬就主动要求和丈夫高峰离婚,自己承担这一切,此时的丈夫高峰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向王姬道歉。 后来二人辗转各大医院,为了儿子的是东奔西袍。 都说谁言寸草心,抱得三春辉,对王姬来说,哪里需要回报,只要儿子安好,如今王姬的儿子虽然已经24岁了,但是智商却只有2岁。 冯小刚和前妻女儿冯思雨。 冯小刚 冯小刚 王姬根本看不出曾经是兔唇。 王铁城和儿子。 王铁城在中国能称得上表演艺术家的今年已是81岁高龄的这位老人,一辈子在荧幕上只塑造了一个经典角色周恩来。 他也是迄今为止,将伟人周恩来形象塑造的最未成功的一个。 在王铁城34岁那年,妻子为他生下了儿子。 但是喜悦很快就被阴云笼罩,这个孩子患有香甜性痴呆,没满月时又患上了急性肺炎,为了给智障儿子带来欢乐,在家弄出个小花园,一年里都会有花,可见王铁城花了很多心思的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 李亚鹏,现在的李亚,李亚鹏,女儿患兔醇,这件事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反响,为了治好女儿的病,王妃,李亚鹏不断为女儿燕燃求医温药。 还成立了燕燃基金,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个疾病,也希望通过这个渠道帮助更多像他们女儿那个的孩子。 秦勇和儿子大珍珠 秦勇,黑豹乐队主唱,秦勇2005年退出黑豹乐队,退出的原因就是要照顾自己智力有障碍的孩子,孩子慢慢长大了,还参加过中国达人秀。 李亚鹏和儿子胡子 当年李亚为丈夫王文兰怀上儿子时就已经39岁,作为高龄产妇的李亭冒住生命危险生下了儿子胡子,但胡子在一岁时被检查出患的先天性白内障。 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,让李亭伤心不已,如今的胡子虽然接受了手术治疗,但依旧弱势。 而李亭也就因此放弃了手头上的工作,专心在家带孩子,做起了一个十分普通平凡的母亲。 因为孩子的问题,最后也是跟丈夫王文兰离婚了。 胡子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孩子,去年胡子参加了高考,并且夺收获加名牌高校的抛出的橄榄枝。 叶夫托尔斯太说过,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,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。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,父母大概就是这个世上最爱最包容最宠我们的人了吧。 在生活平凡中,我们会看到很多家庭的残疾孩子,但是世人都没有不同,明星也会遭受生活之痛,所以此偏写给那些被生活问知已痛的读者,生活即使艰难,也请坚持下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